台南有一家人气冰店在日前贴出公告 表示因为草莓的量减少了 让他们的草莓冰决定要调涨价格 从原本的170元现在要涨到190元了 消息传开来 原来是因为今年草莓产地受到天气的影响 草莓苗存活率是不到三成的 所以现在一斤草莓涨幅大概是落在100元左右 实际询问其他业者 有的考量到消费者荷包所以先维持不涨 但也有业者表示还在观望 炒屏上铺上满满草莓 淋上炼乳调味 新鲜美味 满足民众味蕾 超浮夸草莓冰实在太美 上座后先来一张照片留念 不过今年草莓量减少 如今要吃上这碗草莓冰 可能要从荷包里多掏钱 去到这里都要190元 因为我们今年第一次摘下来 天气没有顺略 都弄过失败 现在所有的草莓都要专业 我们用的草莓都比较大 大大就比较贵 第一次吃所以没感觉 没什么感觉 比台北物价还要低很多 不少顾客从外地来觉得还可以接受 只是草莓成本上涨 业者调整价格 实际询问受到影响的还不止一家 草莓冰加上手工布丁和珍珠 这样一碗同样要两张百抄才吃得起 蛮合理的啊 因为这草莓其实一斤就大概要400多块了 据了解今年的草莓一斤大约涨100元左右 就怕涨价来得突然 顾及消费者荷包平衡之下 这家冰店先维持原价 气候的因素导致所有的草莓 苗肉存活距离不到三成 草莓并会涨吗 呃目前没有涨 另外专卖草莓大幅的店家 整颗麻糬切开 满满红豆馅料和超大颗草莓 吃下超有饱足感 是否涨价业者还在评估 万物皆涨草莓又很夯 民众想吃可得准备好荷包 结果黄富奇台南报道